很多朋友都想了解通关后工商铺的市场变化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在第一季度工商铺的市场表现 首先讲一下工厦的情况 成交量大跌了53% 你可能会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有这么大的跌幅呢? 其实主要因为买工厦的投资者 多数都是因为有3%以上的汇补收租 加上又不用装修 但近期价值持续和空置率高期 持续有银主板的拍卖 令到二手的价钱都会受到冲击 所以我们预料第二季价量会继续下跌 但可能到年底经济一路复苏的时候 对于工厦的需求会再次 可能会到年底才慢慢会好 至于写词楼方面 去年受疫情的影响 和政府的迁出和双重打击 空置量上升得非常之厉害 租金和价钱都出现了拆搭的现象 大幅下降 王朝区的空置量由10%升到13% 身口按8%升到9% 岩环也由7%升到8% 大家看到写字楼的空置量相当高 加上有这么多不利因素 其实去年的写字楼是跌得最惨的一个 但是今年的第一季 反而写字楼的反弹力度是最大的 比起上一季 其实写字楼成交量多了2.5倍 主要受惠在租入市场的交投转往 疫情很多暂停营业的公司也开了 香港、国内、国际的一些机构 本来上来澳门在疫情停了 在今年的年初也开始陆续过来 再加上澳门政府一直在优化金融市场环境 或者澳门的多元经济 其实导致有不少新的类型机构都落户在澳门 所以今年我们会比较看好写字楼 过去五年王许可在澳门营运的金融机构 其实都有11间 以近期开始营运的迪贯通澳交所为例 它在澳门都租用了6000呎的写字楼 在未来政府的一个大力扶持 和一些大型机构澳门陆续设定的一个作用情况下 我们看到写字楼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好转 最后在商贸方面 第一季的买卖有90单左右 比起上一季就少了26% 主要因为要价的上升 和一些转售为租的情况 以此的卖盘减少了 但租方面交投明显大幅上升 旅游区的租金比起通关之前 明显有一个大幅上涨 民生区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但起码没有在疫情期间 有一些免租的情况发生 或者减租 旅游区和赌场区的商铺租金 在疫情期间曾经跌到一至两成 近期都升了三四倍 旅游区的平均租金去到疫情前的73% 赌场区去到68%左右 在第一季录得有不少的旅游区和赌场区的大宗交易 我们看到在二十万以上的铺位出租有十四单 一百万以上都有两单 其中以前前提有一单一百五十万的 创新高的一个成交 租客都是一些做波鞋和运动服装为主 目前市场利好因素都不少 今年的应该租赁成交应该会持续旺盛 买卖方面会随着租赁成交的旺盛 我想到下半年都开始重返活跃了